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文艺复兴三节的老师 也就是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和巴菲尔的老师 天才的诞生需要两个关键的因素 首先是他们自身要具有过人的天赋和创造性的思维 而另一点更为重要 在他们背后需要有一位伟大的导师 善于发现和启迪 却勇于退让和牺牲 在佛罗伦萨的黄金一带里 就有一位这样的导师 他曾专门前往恶魔修士丽皮的工作室学习绘画 在当时波迪切利也在那里学习 所以他们是同学 然后又在雕刻大师多纳泰罗的门下苦学雕刻吉 他的名字就是安德烈德尔维罗吉奥 在所有的艺术当中 维罗吉奥这个外号起得最为传神 意思是真眼 因为他的眼光极为犀利 不仅能判断自己的学生能不能成为传说 甚至还能判断自己的学生的学生能不能成为传说 结果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那几位最伟大的艺术家全是他的徒子徒孙 只要能成为真眼大师选中的人 混不进中小学美术课本都算是很失败的 很多人认识维罗吉奥可能是他的雕塑作品 但是可能不知道他不画画是被弟子逼得从此封闭 这件事要说到1472年 一个传奇的作品诞生结束了这种乱套的创作气准 真眼大师的绘画生涯也因此宣告结束 那一年真眼大师接到了萨维尔教堂的委托作品 创作一副基督寿礼 大师亲自操刀完成了绘画的主要部分 而把一个想天使的背景部分的处理 交给了一个工作室的一位20岁的神秘少年 正是这位神秘少年的表现 让真眼大师决定从此推出画坛 而这个神秘的少年就是达芬奇 画面中央是赤身接受洗礼的耶稣 他双手做着祈祷状 神色虔诚 右侧的洗礼者约翰将升起的河水浇在耶稣的头顶 这是一种清洗罪过的仪式 天空中上帝伸开了双臂 象征圣灵的鸽子发出金色的光芒 以代表于耶稣神圣的地位 画面的左向方 两个小天使手里拿着耶稣的衣服 其中一个背对观众的那一位 就是由达芬奇所画 可以看出 维洛基奥的手画比较传统 他花了大量的精力 刻画耶稣和圣约翰的肌肉线条和关节屈身 尤其是圣约翰胸前的骨骼轮廓 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马萨乔的写书风格 硬朗而逼真 但达芬奇所完成的小天使则有所不同 他单膝跪地 微微俯身 头转向右边轻轻地扬起 目光温柔而虔诚 这个复杂的姿势完全符合受力人力 却又呈现出一种超越常人的理想化效果 相比之下旁边维洛基奥所画的小天使则显得目光呆滞 姿态做作 在此之前的天使目光都比较龟成化 扁平 没有立体感 也没有这么复杂的姿势 这无疑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漫上有一大步 我们再来看看维洛基奥的一些雕塑作品 大约在15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 维洛基奥接受佛罗伦萨的权贵 洛伦佐美蒂奇的韦托制作了大卫的青铜雕像 多纳泰罗在40年前制作过同一题材的裸体 大卫青铜像 依立在佛罗伦萨的巴尔盖洛时机上 为了在艺术形式上和风格上不落前人 维洛基奥别出心裁 让销售志气的大卫穿上皮的无袖上衣和短裙 用和大卫身材相称的短剑 代替多纳泰罗作品中的常见 大卫脸部的表情不像是个胜利者 而略带一点忧郁和沉思的神情 这是文艺复兴理想的一种标志 沉思中的人 再来看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 《天使和海豚》 这是青铜雕塑的一个喷泉器 放在宫殿庭院中的小喷泉 这是受美帝奇家族委托而建的 也是美帝奇家族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一个小天使手中抱着一个海豚 水会从海豚的口中喷出 然后形成一个喷泉 韦罗吉奥最后的一件雕塑作品 就是这个 巴托罗米奥·科莱奥尼奇马像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科莱奥尼是意大利一位有名的雇佣兵队长 此人在1475年去世前 曾提出愿给威尼斯共和国一大笔钱 条件是要求政府在威尼斯中心的圣马克广场 为他建一座青铜的奇马像 由于此人声誉欠佳 当局只同意将雕像建在位于次要位置的圣扎尼波罗广场 韦罗吉奥于1481年接受了此任务后 花了9年的时间完成尼斯模型 不久便去世了 我们再来看看韦罗吉奥他其他的一些学生 他的学生中有个名叫多米尼哥·基兰达约的 基兰达约的肖像画是具有意大利作品中少见的写实特点和内在表达 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一副老人和他的孙子 画面中坐在窗边的一对身份不明的老人和儿童 但从亲密的肢体语言来看 他们应当是祖孙的关系 老人以四分之三侧面的姿态呈现 具有典型的弗兰德斯特色 他苍白的面孔被不加修饰地表现了出来 与男孩细嫩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人丑陋的鼻子 可以明确地诊断为肥大性九糟鼻 然而两人外袍的帽子构成大面积的红色 使画面有一种温馨而崇高的精神渲染力 处理人物肖像的技能是 基兰达约非常受佛罗伦萨贵族的情来 因为他擅长把委托人画到宗教的题材当中 并且毫无违和感 在1485年 他接受了佛罗伦萨豪门托纳波尼家族的委托 并带着自己的学生们一起 为托纳波尼洗礼堂制作了一整套的壁画 其中就由这一幅最出名的圣母诞生 画面中表现的是圣母玛利亚出生的一个世界 圣安尼躺在一个不满雕塑的奢华的房间里 产婆们正为刚刚出生的玛利亚准备洗澡水 画面左边走来一群探望的妇女 她们都是托纳波尼家族的成员 走在最前面衣着华丽的是 委托人乔万尼的女儿路德维卡 画面左上方楼梯上表现的是 早先圣安尼与丈夫约阿西姆在一起的场面 吉兰达约对线性透视法运用得十分鲜手 能准确地表现出空间立体感 同时画面中的立柱也被精准地放在黄金分割的位置上 使空间比例划分得非常和谐 大概就是在这次壁画的委托期间 吉兰达约的学生中出现了一位潜力惊人又性情火爆的 14岁少年 对天才的嗅觉同样灵敏的吉兰达约呢 立刻把他推冲给了美帝奇家族 这使为这位呢火爆的少年呢 在洛伦佐的支持下呢迅速地成长起来 他将老师的空间表现力和人物造型能力融会贯通 不久之后他便成为历史上最有的雕塑和壁画大师 没有之一 他就是米开朗基罗 虽然教科书上呢都认为米开朗基罗是最伟大的雕塑大师 没有之一 但其实呢我个人呢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后面呢我们会单独讲出来我的个人看法 仅代表我的个人看法 睁眼大师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学生呢 他的名字叫皮埃特罗万努奇 由于呢佩鲁甲这个地方呢很少出这么大牌的艺术家 人们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号叫佩鲁吉诺 意思就是佩鲁甲的小伙儿 在1481年的时候呢 佩鲁吉诺呢和吉兰达约呢一起参加了西斯廷礼拜堂的绘画任务 当时呢伯蒂切利也在一起 这是一个厚大的工程 这个西斯廷呢也就是米开朗基罗画天顶画的那个西斯廷 他们画的这组壁画呢表现了耶稣将天国的钥匙呢 交给圣彼得这个事件 画面的前景中呢耶稣手中的钥匙呢 交给丹西跪地的圣彼得 象征着他得到了宽恕罪过的权利 终景处呢有两个辅佐的故事的题材 左边是纳税前的故事 右边呢是几个犹太人企图朝耶稣这边扔石头 质疑呢他救世主的身份 背景呢是一座精美的八角形神庙 和两座古罗马式的凯旋门 佩鲁吉诺呢通过精准的单一灭点透视法呢 以及人物疏密有致的摆放呢 使得画面呈现出无比宽广的空间体量 用它比较柔软的线条将人物呢表现得自然而放松 对细微动作的呈现呢让他们看上去具有一定的个性 可以说呢佩鲁吉诺呢的作品呢 综合展示了几代艺术家的探索成果 而这张画呢也成为了西斯廷的经典名画之一 1496年当他回到佩鲁甲接受银行家会馆的任务时呢 他把具体的操作呢都交给了学生来执行 自己只负责画面的设计 在那次任务期间呢 一位13年的温文尔雅的少年呢引起了他的注意 果然呢12年后当佩鲁吉诺呢竞争梵蒂冠蒂冈教皇公寓的重要委托时呢 已经如日中天的这个文雅少年 亲自从老师手中躲下了这份重要的电单 并在那里创造了影响几百年艺术发展的进程的美学奇迹 雅典学院 这个少年呢就是拉斐尔 所以可以说呢 韦鲁吉奥是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 他是大师的老师 同样是大师老师的老师 他也为文艺复兴的盛世呢奠定了基础 好了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